市面上1300,有搭载铁三角,10800万,还有光学防抖,还有双星手机 诶,这样的阵容还有谁啊? 上一期我们就有带来性价比非常高的电竞手机 用着天玑6080,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天花板了 哪里知道Infinix闪现开大 再添一枚千元战将双星电竞手机 Infinix GT20 Pro 我先讲啦,它真的很不讲武德耶 千元手机进来给你4nm工资的旗舰处理器 天玑8200 Ultimax 用着铁三角配置 UFS 3.1 根 LPDDR5X RAM 光是这个阵容你就觉得这个手机很变态 而且还有跟一些游戏有进一步的配合 可以打开120Hz高震就比如Mobile Legend 8G也能开启90震 如果是你玩的游戏我没有讲到的话 那么就是标准配置 那么几个标准配置我觉得不够的话怎么办 别担心因为里面是有eSport模式 人家说一星不能二用 所以它再加一枚芯片 针对渲染图像 尤其是在电竞这一块 它有强制稳针 把原有的60帧硬硬推到120帧 再加上跟手触控灵敏度 还能进一步调试 热度二脉直接打开 几乎秒完同阶级对手 为了可以让你用的更加安心 它还拥有TOV来因48个月 手机顺畅的A级平分 而且在安都督你看它是可以跑下接近百万分的存在 这样的一台跑分怪兽 它还会闪电五连边 首先第一是持久力 因为拥有5000吗 加上CPU本身功耗比较低 王者60Hz的情况下 它可以坚持7小时 BugG开启90 只能够坚持4小时 原神的话也是一样 长时间手游下 帧率表现稳如老狗 简直就是亡影少年的福星 第二是护眼力 它是配备了6.78吋Armoled Screen 颜色丰富 多彩还非常亮 拥有最高1300nit的最高风格 户外表现非常优越 Beside that 它还给你三高 高刷144Hz LTPS 智能自适应刷新率 高触控360Hz 高PWND面 2304Hz 暗光环境 看手机 闪屏几乎看不到 它护眼护肝还很舒服 顺便偷偷告诉你 它还用着Inscreen Fingerprint 看去更加高级 Tim 接下来就是第三是轰炸力 屏幕看去很屌嘛 当然音响也不能少 支持DTX的双扬声器 还是Tune by JBL 上门真的很大声 Number 4 它的接收力 由于它这次WiFi 6 还是5G 双卡双带 本来想低调 但实力不允许 所以就顺便做个 360防Busse天线设计 横握手机打游戏 信号方面更稳定 最后一次就是震探力 因为你看它背盖采用光刻机械纹理 镜头还有两条分界线 四方立边框 有如铁金刚 随时备战的热血状态 底下还蕴藏了 满满的VC夜冷和石墨烯 温度就这样被GT20 Pro 拿捏得死死的 身为一台千元机 这样的硬件配置几乎无可挑剔 但你要我硬挑骨头的说 就是镜头咯 因为你看它镜头配备了 10800万像素的主射镜头 VIV OIS光学防抖 放大细节线条清晰可见 加上OIS的进光量更加理想 无论是风景 人像都能把细节牢牢捕捉 就是没有长焦镜头 少了许多拍摄乐趣 by the way 它的视频是支持4K 60fps的 如果是爱拍视频的朋友 你又不要花大钱的话 这台手机值得看一看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到底卖这多少钱 只有一个配置 12256 大马落地价为1299 而且在首销当日它有送 Infinix三套件就分别 它的电竞战壳一枚 吃鸡手套一对 还有magnetic磁吸散热器一颗 假如你看到这里已经被打喊了 你很想跟它深入了解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去到你附近各大手机店 或者去到Infinix 官方旗舰店 去了解更多详情 或者你也可以问看杰哥这边有没有 嘿嘿 你不要以为Infinix 是Balia的手机 你听它材质 它边框很solid很硬的 好像无锈钢的质感 然后整个设计真的看去超级gorgeous 你跟我说市面上1300 有搭载铁三角 10800万 还有光学防抖 还有双芯手机 诶 这样的阵容还有谁啊 我想一下 好像没有 只有它咯 一流